來了 大家是天穎啦 我們今天要收看下面一拳超人最強之難喔 經過一天的平府情趣之後呢 好不好 我們 呵呵呵呵 最近這三天的影片真的都是碎到一個爆炸滿點好不好 原本要抽我們爺爺 但是每一次都歪掉 但是 也沒有關係啦好不好 這就是命 好不好 那至少我們爺爺這邊的話 基本上是能夠打到那個 打到了那個四星的兩階啦 所以裡面的話還有12345 然後 這邊的話基本上應該需要 520 我只110片 其實 我們這邊的這個萬人碎片是夠的阿 不過這邊的話 應該大家是不會推薦哲平用這個來就是抽我們爺爺 就是把它用到五星喔 因為爺爺五星的話 基本上好像也是比較偏向於一個就是 輔助工具的一個角色啦 所以就 就先不要這樣子做喔 所以就這樣子吧 那這幾天基本上都還滿難過的啦 不過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就是很有趣的東西 雖然這個東西的話在前幾天都已經出來了 但是 看來還是會覺得很好笑喔 這邊除了我們就是這一次的爺爺返場以外呢 這邊的話也有我們的夏日泳裝喔 那夏日泳裝的話 哈哈哈哈 是我們殭屍男 最新的是我們殭屍男這個泳裝 然後他身上是帶著那個 水球 水槍那種感覺啦 然後他是拿水槍那種感覺 我覺得還算是滿可愛的 但是大家會去買嗎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你們會去買喔 目前來說我男角的話大概只有買童弟阿 因為童弟那個工作服的話我是覺得真的還滿好看的 只是 像原生五世的這個泳裝造型跟這個 江山的泳裝造型的話 哲平就比較不會太去買的那種感覺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我是只有買這三個啦 那這兩個妹子是一定要買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童弟這個我也覺得很好看 那其他的話基本上 龍捲這個因為我比較喜歡大的 所以就 就比較不會去買 那那個夏日泳裝這兩個我就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真的是 滿可愛 滿有趣的這樣感覺喔 好 那我們今晚一樣來打一下我們英雄插怪人 最近英雄插怪人的話這邊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卡在那個童弟的那個 夥伴那個地方嘛 然後 後來有人跟我講說就是我們文少女的就是那個 想念阿 是打到童弟後面的 所以是可以利用那一招來利用那個 射網的受傷來去造成他一個追擊的一個效果 不過最主要來說就是 我們不知道我們能夠撐多久啦 所以這邊我們把那個就是獨角先給他 升級到89等了 然後就變比較高等一點點 然後獸王這邊是85等啦好不好 所以應該也還算是 還行的感覺 而且我們現在獸王說真的 我們現在就是 已經都滿到一個爆炸了喔 盡量再幫他加多一點攻擊力好了 你只能這樣子培養他了喔 再幫他加多一點攻擊力 讓他抓抓的時候可以抓到更多人 然後一直有觀眾跟我講說要換那個啦 要換那個黑幫套裝啦 黑幫套裝好像比較厲害 但是速度這邊的話不知道能不能就是幫他拉上去 因為我們要讓他移速會比較好喔 有有有 黑幫封衣就試死了 然後再來就是要給他穿其他的黑幫套裝 因為有人說這種角色好像 黑幫套裝比較厲害啦 所以我們上次基本上一直都忘記換喔 黑幫在哪裡啊 欸 不可能吧 應該會有黑幫才對阿 西裝 西裝 劍克 黑幫在這邊 生命跟速度有喔 我們這邊其實速度很快 這樣應該就已經夠了 然後我們就來加一點攻擊力吧 黑幫生命加生命 然後 生命加生命 超多 超多生命加生命捏 都沒有什麼攻擊捏 哇 這樣該不會 我不知道喔 我覺得我們這邊沒有加太多的攻擊力 感覺不是那麼好 哇 超猛的 攻擊加速度 這太猛了吧 這直接一個飛天欸 但是戰鬥力好像沒有上升 感覺好像 不是都頂好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換掉阿 就不要這麼多速度了 把這個黑幫的鞋子換成有攻擊力的鞋子 會不會比較好 這邊 黑幫短靴生命加速度 攻擊加命中這個吧 這樣會比較好 普攻造成額外傷害這樣 應該不錯 那我們就稍微來強化一下攻擊吧 我們只能盡可能的幫那個 幫我們獸王強化更多的攻擊阿 不然這邊的話 可能真的會比較慘一點點 哇 到底這樣子能不能打敗我們的同弟呢 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 來試試看 然後 有沒有 征服卡到底是什麼阿 這個其實我不太知道 這是幹嘛的欸 但是裝一下好了 感覺好像 有裝有差喔 那我們是不是 多裝一點點這個征服卡阿 這征服卡其實我是第一次看到欸 這征服卡能夠 幹什麼事情 這個生命征服阿 然後 防禦力征服 是不是 這應該都可以再拆下來吧 對 可以再解除 對 沒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然後 其他的話我們應該就用其他人了 看看這樣子能不能打出什麼東西 然後 文少女這邊也給他裝一下好了 這個 呃 攻擊力征服 然後 攻擊力征服 喔 這在獸王身上 呃 攻擊力征服 應該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看一下 獸王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升阿 竟然把它提高 因為它是主要一個 輸出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這個可不可以再強化嗎 欸 怎麼了 What happened 怎麼玩到一半斷線 不要跟我講說 不要跟我講說你們要維修喔 賣內奧 不要鬧了 好 那我們剛剛玩到一半的時候被擠下線了 不知道為什麼好了 完全不知道 然後 這邊的話我們剛剛那個就是 誒 擴大那邊的話應該這個阿 專屬卡這邊應該可以再升級它的那個能力 把它再提升到 比較高等的一個狀態應該會比較好 85 其實這些真的是 卡片裡都是還蠻重要的欸 再提升一下有沒有 沒了 這超便宜 好 93等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了啦 有提升蠻多的 但是 感覺好像都沒有那個欸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腰帶 是需要那個 哇 這邊的話 就算了 沒關係 那目前來說的話 大概就是先這樣子 因為攻擊力這邊也沒有什麼差 然後這個吧 是不是可以再那個阿 不行了 可是可以再把它往上提升 讓它的血量再更高一點點 讓它不要那麼容易被同地殺死 應該就可以了 所以 目前來說我們還是要看一下那個 獨角仙跟那個啦 跟我們就是那個 跟我們獸王的那個雙雙搭配 我覺得真的是還蠻重要的 這兩隻角色 好 我們來看一下阿 這樣來挑戰一下我們那個童帝了 童帝這邊的話真的是比較尷尬啦 然後有人跟我講說可以用用看那個 那個 文少女跟那個統帝的那個方法 我們來試試看喔 然後 就 就 就這麼辦吧 好不好 就只能這樣子看看了 然後 精英佈置人我覺得這邊的話 應該還是換成這個 換成這個文少女的這個 復活感覺應該 有可能會 稍微那麼的好一點點 再來試試看喔 然後主要來說用文少女的那個就是 十字來幫忙就是 獸王能夠做一波追擊 我覺得這關可能要打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要比較思考一下 就是那個配置喔 因為前面那三隻的話真的是 不要太讓那個我們是什麼 不要太讓那個什麼 我們的那個 阿修多少先啦 就是被暈眩 因為他被暈眩掉的話 真的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快快快 抓抓 抓大力一點點 我求求你了 再抓抓 可以可以可以 加油加油加油 抓抓 努力抓 有沒有 這邊 已經打到快一半了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傷害程度是 真的是頗高阿 但是 真的就是很麻煩喔 我們精英博士就讓他去死 沒關係 你看 那個青眼的灼燒阿 真的是 蠻麻麻煩的阿 不知道那個博士的治癒效果 能不能幫忙那個欸 能不能幫忙就是把那個用掉 把灼燒效果用掉 然後我們這邊 鐵鏡要 吸阿嬤吸一波的 先補個血 補血 補血 然後 這邊的話我們就給那個 文少女開大 因為他可以去抓後面 所以這邊我們全部都普攻 然後波羅斯這邊也是 普攻起來 然後精英博士普攻 然後文少女直接 十字抓後面 這樣的話基本上 獸王就可以再追擊了 有沒有 就不錯 所以這是觀眾跟我講的一個方法啦 應該還算是OK 然後獨角先不要死 不要被暈眩就好了 哇 一直狂燒 像這邊的話就不錯 因為剛剛那個閃電直接死掉了 所以閃電這邊的話 是沒辦法暈眩到我們阿修的獨角先了 這算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局面 然後 先幫忙補一下 加速之後的話 這邊先來吸阿嬤一下 虧點血 喔不是阿 我們這邊是不是讓博士復活了 那這 這不是個好消息就是了喔 哇 這邊尷尬一波了 那大概也是只能用文少女那個了吧 文少女先 吸到後面 哇 好痛 但好險這邊的話 精英博士又在扛一波了 然後本來不要被暈眩都好 那個燒毀砲 有點尷尬了阿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一樣是 我想一下喔 這邊機械幣亂打的話是一定會把那個打死 所以 這邊的話應該是沒有關係的吧 我們一樣就先來那個 你看我們現在其實後面說真的 喔不是我們要留一隻給那個喔 要給那個 給那個才行 先把這個極限閃電 紅爆 要留一隻給那個文少女開那個大招才行 哇這邊感覺有點麻煩喔 這應該要補血補一波了 不然會掛掉 補血補血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先 再幫那個 獨角先補血 先把他回滿就對了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 不會死 可以不會死 哇靠 完了 要死了要死了 但這邊有羅拉丹門如果角色沒出來 我感覺應該 也不行欸 會死 他補光我們就掛掉了 啊~~ 又來啦 除非我們趕快把這隻給打死 我們應該是有點小機會 然後獸王再抓抓抓兩下之類的 有有有有有 我覺得應該有點小機會喔 雖然獨角先會掛掉 但是獸王抓抓這邊的話 他們只要沒有東西出來 應該贏了 水 感謝各位 終於 終於 這邊 抓抓 抓抓抓抓抓 喔 終於擊敗同地啦 各位 太開心了 啊 好險好險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 我們有先把那個獨角先 跟獸王的那個威力提高一點 基本上 是順利的把那個抓死了 哇 太開心了 真的好開心 真的好開心 好險好險好險 喔 太好了 太好了 值得慶祝 尤其是因為我們剛剛就是 擋了蠻多下的啦 然後最主要關鍵就是 不能讓那個獨角先被那個 被那個誰 被極限閃電就是暈眩到 因為 左招的話他T級是一定會暈眩 那暈眩的話我們這邊就會 很難去做那個一波回血 因為我們要靠那個西亞罵 才可以回血回一波啦 所以喔 好險我們的獨角先跟獸王 又救世了一波 真的太好了 哈哈哈 那大家用什麼隊伍來打敗 我們這個同地的關卡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完完到這邊啦 我在前面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我們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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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